Hello, 你們好, 我是Merody 前幾天練習的時候 我遇到一個同學 他問我怎樣可以由Butterfly 轉回Right Leg Hang 因為每一次轉的時候 都好像右邊的肩膀 很難塞回他的肩膀前面 要做到Butterfly轉Right Leg Hang這個動作 第一件事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個很完整 很穩的Butterfly 在看我們的Tutorial之前 記得去這裡 訂閱我的YouTube 還有按下小鈴鐺 以後一有芯片就會馬上通知你的 現在講講Butterfly到底要怎樣做 才知道它真的穩陣 還有做得對 要知道我們做的Butterfly是穩陣的話 我們就要Hold到在Pipe的位置 然後才打開你的左腳 如果你Hold到在Pipe的位置 再打開你的左腳 你覺得可以平衡到 亦都是夠力 上手不會滑下來的話 你這個Butterfly就是對的了 首先去到Pipe的位置 額頭對正之鋪 再打開你的左腳 推向Pipe的位置 推向Pipe的位置 看在地上 做完Butterfly 你要向右邊的肩膀 就要在做Butterfly的時候 不要曲折 伸直你的右腳 然後把肩膀先轉出來 再曲折右腳 然後把肩膀放在上身上 那你的右邊的肩膀 就會很容易可以放過 而不會被那隻Pipe的 卡住了 因為如果你一做完 Butterfly 就曲腳上 outright leg hand 你會看到肩膀 和Pipe的中間 這個位置 其實是不夠 肩膀走出來的 那你的肩膀 就會卡住了 就會轉到right leg hand 做動作的時候 先後次序 是會影響到一個動作 能不能夠順利完成 所以我們不要skip了這步驟 每一個都要完整做好 如果你做Butterfly的時候 覺得雙手很重 不夠力抓住的話 有兩個練習可以做 第一就是你要多點練Chair Spin 第二 你就可以做一下Reverse Push Up 然後記得我們跳舞 有個很重要的地方 記不記得是什麼呢 就是要挺直的上身 要把自己拉到很長 腹肌要用力 這樣做的話 你會覺得自己輕很多 而且看上去的時候 亦都會收長很多